大家好 我是王小兰 我是一位独立音乐人 今天呢 很高兴站在这里 跟大家见面 希望我自己能够一战到底 夜夜星哥是每天晚上都要唱歌吗 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会拿着我的吉他 出现在长春的步行街 会出现在咖啡馆 盘着我的琴 唱着我自己的歌 我还有一个乐队 叫做CCD乐队 这个名字呢 它首先呢 代表了我的家乡长春 长春Directed 但是呢 然后另一层意思呢 它还隐藏着 我白天工作的一个密码 所以在公布这个秘密之前 是不是要先给我们表演一首歌曲呢 好的 好的 今天为各位带来了一首 我自己的原创歌曲 叫做《时间记》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好 来 天马星空的幻想 如今已渐渐地走远 满足于白天 伴着一杯热豆浆的早餐 平静的生活 杀死了心中的那只野兽 水面之下 是否还涌动着暗流 细雨安抵着热情 飞奔后的岩浆 火焰的熄灭 预示着种子的发芽和生长 在时间的面前 红色的少年 他放下了枪 因为他早已经明白 他只能够对着自己的胸膛 沙漫会变成海洋 沙漫会变成海洋 该来的无法阻挡 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在时间的面前 所有人都变了模样 有人开始迷茫 有人开始迷茫 有人变得疯狂 有人丢掉了自己 而我还在歌唱 所以刚刚这首歌是自己 对自己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感悟 然后自己写的词曲吗 对对对 CCD还有一个密码 没有跟大家揭晓 是什么意思呢 CCD呢 其实是光电偶合器件的一个简称 在我们的相机 手机里 都会有CCD这个器件 我其实是毕业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是一名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 哇 中科院博士 然后我现在是工作于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游物理研究所 我是一名科研人员 反差好大啊 像我们研究所承接过一些 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 有名一点的呢 就比如说神舟五号 神舟六号 还有空间系列和风云系列 哇 现在讲话的样子 和刚刚唱歌的样子 我很难想象是一个人啊 但是我觉得你的每一面 都很有魅力 谢谢 谢谢小美姐 我觉得这就是才华 带给男人的一种颜值 你觉得音乐在你的工作当中 为你带来了什么 音乐陪我走了很远的路程 尤其是在我最灰暗的时期 在写大论文 当我心情压抑的时候 我就去弹弹琴 唱唱歌 甚至把我的这个心情 写到我的歌词里面 然后我的情绪就有了缓解 当缓解之后呢 我还得回过头去干我的主页 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 论文顺利完成了 也写了新歌 是这样两方面的一个收获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痛苦和悲伤 会给我们带来 艺术方面的成就 对 他们是互相促进的